慧眼街拍新导演作品,苏智谢的判断标准好专业。 两大票房巨星苏智谢,孙艾珍主演的《余买》再次相遇,韩国上映一个月票房即突破250万官名人次,这对初指导演统的李章勋导演来说,是不错的成绩。 苏智谢坦诚接演的原因是剧本太好,并直言,《余买》再次相遇比起日版现在,很想见你更接近原著小说,导演对故事进行了大幅度的润色,让它成为更愉快、新颖、效忠带类的好作品。 《余买》再次相遇,从改编剧本到后制完成,整整花了三年半,其中的余景让人印象深刻。 李章勋透露,一般人喜欢天气晴朗,但这部电影相反,音与天才能让一家三口觉得幸福,天情反而象征分离,所以拍了毛毛雨、小雨、庞陀大雨等程度不一的余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